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做烟花是没有做炮状那么危险的 因为大家用的药不同 烟花的药 只燃烧 炮状不同 炮状一烧就爆炸力 分别是很大的 做炮状 先把纸切到这么长 卷成这样的炮状壳 然后连这张纸上去 这张炮状衣 连上去就成为这样 这些炮状壳 有了这个壳之后 把它拿入药 这个部门是最危险的 因为入药的人 就算他不是入药的时候爆死 肺有事 肺病死 因为那些药粉很厉害 入药之后 我们把饼炮放在沙盘 放在这里之后 这个工序叫做作炮 作炮之前才插一条银 插一条银 插一条银之后 他们就用作炮锤 这些作炮针 稟字形地作三下 把那条银逼住 作炮后就成为这样 这个就叫做炮状 这个作炮工序 主要都是女工做 还有很多小孩做 因为小孩手脚快 把银插一条银 这些炮掌很快 他一插一插 五六条银 插一插一声 很快插 最后我们就拌炮 因为我自己的小孩就是拌炮 就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些 就是将这些炮掌 一个个的炮掌 拌成一串 其实拌炮没有什么技巧 好像拌鞭 你看到它 那条银在那边 拌鞭 所以他就拌炮 拌了几长 就看客人要求多少 我们一般的小孩拌炮最多 就是这些叫做四对 所谓四对就是十六头 十六个炮掌 这些方便那些人 烧 他又不用烧太多 他就 我想都挺经济的 所以这个尺寸 我小孩一个星期 起码有四五天 拌炮这个尺寸 有些拌长一点 有些拌这些 他就四十八头 其实他就二十四个一排 他就包成他两排 他就四十八头 像这些这样拌了之后 拿去包 包就是在厂里包 包了之后就这样 这样他就可以卖出去了 原来制作炮粥和烟花的工序 是今次的 烟花亦都计炮粥之后 成为世界各地和全澳 共同参与的城市 今晚的会演相当特别 因为有三场演出 第一场将会由连续十五年参赛的韩国队 为我们宿领头筹 当中垂扭形态的烟花 在晚空上方一速速 一速速 巡风飘扬 画面浪漫 韩国队 今天以生命满爱为主题 背景音乐的挑选 又怎样少得情话绵绵的歌曲 在多数轻快的情歌配衬下 各式各样 圆形和非圆形的烟花 和我陆续发射 场面丰富 丰富 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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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又到了一重新的谷花型姨花 以不同的角度綻放 可謂淋亡滿目 而且颜色多样为今夜再添色彩 数量公図从影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